日本人常常用的單字 日本人常用的單字 日本人常用的單字 第一 ハードル 第二 テンション 第三 メンタル 這三個都是偏加名 這三個呢 這幾年我覺得 還蠻常聽到的單字 因為常用的關係 我這一次比較深入的跟大家介紹 好 那這個講義的PDF檔 我一樣放在YouTube說明欄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練習出來開始三個 那這三個一定要學會喔 那我們開始三個 那看第一個 ハードル ハードル的意思是 那個田徑選手 跳的跨欄的籃架 或者障礙物的意思 那當然 這四個是 ハードルが高い 或者ハードルが低い 那看意思是正確的是 ハードルが高い 難度が高いこと 成功するのが困難なこと 可以說難度が高的意思 好 那相反的 ハードルが低い 難度が低いこと 就是難度低的意思 好 那我們就是多看幾個例子 了解一下 第一個 この山 この山は 初心者には ハードルが高い この山は 初心者には ハードルが高い 這個山 對初學者來說 難度有一點高 可能是 富士山啊 或者很高的山 就是有一點難度 那一種 那看第二個 彼女と付き合いたいけど 私には ハードルが高い 彼女と付き合いたいけど 私には ハードルが高い 我想跟他交往 但是 對我來說 就是難度有一點高 可能是 就是非常非常漂亮 或者非常有錢 那種感覺 好 那看第三個 このレストランは 私には ちょっとハードルが高い ちょっとハードルが高い このレストランは 私には ちょっとハードルが高い 好 這個餐廳呢 對我來說 就是有一點難度 好 這邊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這個餐廳 就是非常高級 所以比較不敢進去 就是有難度的感覺 好 那接著 會話也是我們就是 聽看看 好 這邊A跟B的對話 先聽一次 日本語検定 何級受けるの 一級だよ え 一級はハードル高くない そうかな じゃあ 二級にする 好 什麼意思呢 A的第一句話 日本語検定 何級受けるの 日語簡単 你要考幾級 然後B說 一級だよ 我要考一級 然後A 這個是金呀 然後 一級はハードル高くない 這邊的高くない 不是否定 它的意思是 一級難度太高了吧 不覺得嗎 那一種 然後B そうかな 是嗎 じゃあ 二級にする 那 二級好了 那一種對話 再聽一次看 日本語検定 何級受けるの 一級だよ え 一級はハードル高くない そうかな じゃあ二級にする OK 好 那 稍微補充一下 Hardle 比較常用的是 Hardle が高い 或者Hardle が低い 但除了這個以外 有時候會用 Hardle を 上げる 上げる 它的意思是 把難度提高 好 那 這邊 三点跟点中的會話 我們就是看一下 みんな聞いて 田中君が今から 面白いこと言うよ Hardle あげないでよ 大家有了解嗎 這種對話常常會聽到 三点說 みんな聞いて 大家聽看看 田中君が今から 面白いこと言うよ 田中現在開始 跟大家講笑話 那一種 然後 田中 Hardle あげないでよ 不要把難度提高了 他的意思是 田中的心理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講的話 大家有可能會笑 但是三點 講了 就 開始講笑話 給大家聽 這樣的話 就是難度變高 那種意思 這個還滿 日本的 會話裡面會常聽到的 OK 好 那我們就是接著看一下 第二が テンショ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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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常用的是 テンションが高い 或者テンションが低い 那先看他的解釋 那先看他的解釋 テンションが高い 気分に高揚感がある状態 可以說很high的狀態 很high的狀態 那相反的 テンションが低い 気分に高揚感がない状態 就是很低調的狀態 OK 好 那我們就是看例子了解一下 第一個 彼はいつもテンションが高い 彼はいつもテンションが高い 他總是很high 他可能個性很high吧 就平常就很high那種 OK 看第二個 なんでそんなにテンション高いの なんでそんなにテンション高いの 為什麼這麼high 就是會話的時候會常聽的 你為什麼這麼high 那個意思 OK 那接著會話理由 我們就是學一下 A跟B 的對話 テンション低いけど どうしたの 風なんだ 大丈夫 好 什麼意思呢 第一句 テンション低いけど どうしたの 你怎麼那麼低調了 怎麼了 然後B 風なんだ 是感冒了 然後A 大丈夫 沒事嗎 OK 那在這邊 我們再聽一次 テンション低いけど どうしたの 風なんだ 大丈夫 大丈夫 OK 好 那在這邊也是稍微補充 テンション 比較常用的是 テンションが高い 或者低い 但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 テンションを上げる 好 它的意思是 要 high 起來的意思 所以常聽到的是 みんなテンションを上げよう 可能現在要開始比賽 或者要表演 大家要high 所以その時候會說 テンションを上げよう OK 好 那看第二個 テンションが下がる 這個也會常聽到 四季下降 好 看一下A跟B的對話 明天的比賽 明天的比賽 因為下雨的關係 取消的樣子 然後B 然後B テンション下がる 就是很期待 就是一直期待這個比賽 下雨 就 那個四季下降 就很失望 那種意思 好 那接著看一下 MENTAL 這個MENTAL 也是這幾年常聽到 一定要學一下 那最常用的是 MENTALが強い 或者MENTALが弱い 先看他的解釋 MENTALが強い人 どんな状況でも慌てない プレッシャーに強い 就是 不管什麼樣的情況 都不會慌張 然後關鍵時刻 也是 就是可以發揮 自己的實力的那種 可以說 內心強大 精神狀態總是穩定的 這一種 好 那相反的 MENTALが弱い 好 就是 考慨すぎる プレッシャーに弱い 就是內心脆弱 容易緊張的人 可能就是 比賽的時候 或者演講的時候 就很緊張 然後就 就會 恥悟啊 那種的 OK 那這邊也是看一下 例文 第一個 KAREは MENTALが弱いから 喜愛になると すぐ負ける KAREは MENTALが弱いから 喜愛になると すぐ負ける 他呢 因為 內心很脆弱 所以 到了比賽 就馬上就 輸掉 可能 他就是練習的時候 有可能很強 但是 就是 到了比賽就緊張 然後就 最容易輸掉 那種 第二個 MENTALが強い人 は Speechも 上手 MENTALが強い人 は Speechも 上手 就是 內心強大的人 就是 演講 也是很厲害 所以 可能就是 大公司的 就是 介紹商品的那種演講 他們就是很厲害 那種感覺 好 那我們 會話也是 聽看看 A跟B的對話 昨日の西小里選手 の試合 見た 0対5 から 逆転勝利 でしょ そうそう ホントメンタル 強いよね さすが だよね 好 什麼意思呢 那 這邊的 西小里選手 是 玩球的選手 叫 錦子龜選手 那 第一句話 昨日の西小里選手 の試合 見た 你 昨天的 錦子選手 的比賽 你有看了嗎 然後B 有 0対5 から 逆転勝利 でしょ 從0比5 然後 逆転勝 對不對 然後 Soso 對對 然後 本当メンタル 強いよね 真的內心強大 然後 B さすがだよね 不愧是 錦子龜 對 OK 那 我們 這個 昨日の西小里選手 の試合 見た 0対5 から 逆転勝利 でしょ そうそう 本当メンタル 強いよね さすが だよね 這樣 OK 好 這個 メンタル 弱い 意外 稍微補充一下 メンタル豆腐 什麼意思呢 他的意思 豆腐のように メンタルが 弱い人 豆腐のように メンタルが 弱い人 豆腐是 比較脆弱 所以 就是 內心脆弱的 可以說 メンタル豆腐 第二個 メンプレ 這個也是 比較年輕人的 用語 他的意思 是 メンタルが 崩壞している 状態 精神的に 辛い状態 就是 精神崩潰的 狀態 可能發生一些 非常難過的事情 或者 意外的事情 崩壞的狀態 OK 好 那第三個 メンタルトレーニング 好 トレーニング是訓練 所以 メンタルを 強くする トレーニング 這個 就是 運動選手 都會有 這種訓練 就是把 精神 內心要強大的 這種訓練 OK 大家有學會了嗎 好 大家有學到了嗎 這三個 這個呢 真的 最近 就是會常常聽到的單純 所以大家 如果看連續劇的時候 有聽到的話 要想起來 欸 我沒有學過 然後就是多聽 然後就是 可以的話 自己也用看看 OK 好 那大家 這支的影片 有學到東西 麻煩請幫我按讚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好 那有什麼意見 就是歡迎 留言給我 OK 好 那就這支的課 到這邊 拜拜